好 看外台风逐渐远离台湾 但首当其冲的台东 农与损失是相当残症 包括世家杜琪城 香蕉跟稻米等农作物的受损面积 恐怕能超过50公顷 而目前正值二期稻作采收产季 稻米经不起风吹雨打 纵谷地区的池上 关山以及陆野 碑南等地许多稻米倒幅泡在水里 那么池上相公所表示呢 池上有80%以上的农田发生灾损